说起中国古代美女,大家想到的可能是西施、王昭君、貂蝉、杨贵妃这些大美女 陈于洛艳,碧月修花就是形容她们的代名词 但是中国历史上还有很多的绝色美女,只是她们大多都是红颜不命,命运坎坷 今天我们来看一看中国的十大美女 达记,全名苏达记,她乃清国清晨,美艳娇媚,碧月修花的绝色美女 相传被伤咒王看上之后,其父亲被迫把苏达记献给咒王为妃子 苏达记在去朝歌途中却惨遭九尾狐狸金氏魂而死,并夺尸身附体 然后肉体被狐妖利用来迷惑咒王,咒王宠幸达记,荒废朝镇 以至断送商汤六百年基业之徽 西施,春秋时期越国美女,经济江省绍兴世诸记驻罗村人 他天生丽智,那时候越国是吴国的小弟 越望勾剑握心肠胆,时刻谋划光复越国 在国南当头之际,其施忍辱负重 自愿把自己献给吴王夫差,成为吴王最宠爱的妃子 他把吴王迷惑得众叛亲离,无心料理国家大事 为勾剑的东山再起起到了掩护作用 后来吴国中被越国勾剑灭掉 王昭君,西汉南郡子归,经湖北省以昌市新山县人 他天生丽智,从会议长,请其书画,无所不经 当时的匈奴丹于呼含邪觐见 希望求娶一位公主来维护和平 和原地不愿献出自己的公主 于是想在宫中找个宫女,赐予公主的身份嫁给呼含邪 容貌上尘的王昭君就被选中了 呼含邪去世后,王昭君了嫁给了他的儿子傅朱类蝉鱼 傅朱类蝉鱼去世后,王昭君又嫁给了他的弟弟搜邪若迪蝉鱼 赵飞燕,汉成帝刘敖的第二任皇后 在中国历史上,她以美貌著称 所谓环飞燕寿奖的便是她和杨玉环,燕自指的正是赵飞燕 相传她可以在掌中起舞,体态鲜美,情盈如燕 同时她也因美貌而成为萤火皇帝的一个代表性人物 元首二年前一年喊埃帝崩世,被贬为孝城皇后 一个多月后被贬为庶城皇后,下诏令其看守陵园 当日赵飞燕自杀身亡 貂蝉,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碧月的代名词 东汉末年司徒王云的歌女,国色天香,又倾国倾城之貌 她为拯救汉朝,受王云所托,盛演了可歌可泣的连环美人计 她轴旋于董卓和吕布两个男人之间 成功地离间了董卓和吕布,最终借吕布之手除掉了恶贼董卓 结束了董卓专权的黑暗时期 后来貂蝉成为吕布的小老婆,下批一战后 吕布被曹操所杀,貂蝉跟随吕布家政前往许昌 从此不知所踪 真福三国时期第一美人,真福天生丽质,倾国倾城 曹子写的《落神父》中的女子就是真福 她是曹操的儿子曹丕的老婆 真福是位贤淑的女人,从不和曹丕争执 并对其妻妾一粒相待 后来真福失宠,因此愈发失忆 经常流露出一些怨恨的话语 曹丕大怒,荒出二年二二一年六月 最后前世赐死真福葬于叶城 真福一生博学,却不能给国家设计出力 优才华却无处施展,甚是遗憾 冯小莲,她是未进南北朝时期的美女 但是她却被人们称之为红艳祸水的女子 相传冯小莲长得漂亮至极 肌腹吹弹可破 吐出的气纹起来都是香的 而且身材凹凸幼稚 冯小莲深得北齐皇帝高尾的宠幸 经常与高尾坐实同袭 出门则同乘一辆车 北齐皇帝高尾还经常让冯小莲裸体 躺在朝堂的一张暗机上 并时不时做出各种动作 以千金一事,让大臣们排着队 都来一览羞涩,人称北齐打紧 肖皇后,随朝十七女性历史人物 南南陵人,她晚顺聪慧,直书达礼 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是有六位君王为她而疯狂 可见她的美貌是有多么吸引人 首先,她是随阳帝阳广的皇后 玉文化即发动叹乱后 又取肖皇后为妃子 窦见得打扮玉文化级后 看到肖皇后非常漂亮 也宠幸了肖皇后 后来窦见得打不过突厥藩王处罗克汗 她只能把肖皇后献给出罗克汗 出罗克汗去世后 她的兄弟又迎娶了肖皇后 再后来,唐朝李世民打败突厥军队 又将她那位妃子 肖皇后红颜薄命 虽有倾国倾城之貌 但命运却非常坎坷 一生都在颠沛流离 梁月环,唐选宗贵妃 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 秀花就是她的代名词 她体态风雨,精通胡选舞 身段飘摇,范月如风 令人眼花缭乱 杨玉环先是嫁给寿王李川为妃 后来被迫奉命出家为女道士 唐选宗静默难乃 就下诏让杨玉环还俗 并接入宫中 正式册封为贵妃 由于唐选宗宠幸她而荒废了朝政 导致安史之乱 她跟随唐选宗李龙基流亡属中 途经马为义 士兵划遍,含恨被赐死 陈圆圆,情怀八燕之一 明末情出明满天下的角色美人 也是明代末年最强的焦急花 她一生跟过四个男人 她自幼冰雪聪明 燕金香礼 山眼一扬枪戏剧 陈圆圆融资贤雅 俄秀一封 又明示大家风度 每次登场宴出 都是敏宴出众 独冠当时 观者为之混沌 重斩末年被填案所录 后被转送五三桂为妾 相传李自成攻破北京后 手下刘宗敏卢走陈圆圆 吴三桂重关一幕为红颜 最后引清君入关 相传就因为此事颠覆一个王朝